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 星期四晚發生路邊炸彈爆炸 炸死最少一人炸傷另外15人 另一枚炸彈在同一個地點被拆彈專家拆除 據當地官員說最少10名士兵和5名平民受傷 這種爆炸事件的目標是襲擊運載軍人的車隊 當時這批士兵剛完成為當地補選執行保安工作後 返回臨時軍事基地途中 目前沒有人承認要對事件負責 但很多人懷疑是當地的塔利班分子發動襲擊